剛剛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集個方權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猜數字 當然我這邊是給1到20 那當然你將來數字可以變大 變小沒關係 1到20不夠的話 1到30 1到40 1到50 越來越大越來越難猜 甚至的話你還可以在 比如說讓人家玩那個什麼 兩個比如說猜多一點的數字 像比如說什麼幾A幾B 有沒有 比如說不知道哥們有沒有玩過那個 有四個數字對不對 然後讓對方猜 你猜 然後看出現0到9 好像不能重複吧 0到9 好像不能重複的樣子吧 可以重複嗎 然後如果位置對 4位好像都可以重複的樣子 然後四個數字 然後他猜 只要位置對的話 那就給幾個A 位置跟數字都對 那幾A 那如果位置不對 但是數字對 那就幾B就對了 所以有什麼幾A幾B 那這個也可以寫啊 OK 只是說要怎麼去想 之前就有給同學出作業 讓他們回去想 真的有同學就把它寫出來 然後當一個專題 還要做很多變化 OK 是還蠻不錯 只是就要動一點腦筋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 我們可能會需要多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亂數產生器 也就是說我要1到20 那亂數產生器 只要再增加一個東西 叫什麼呢 叫Import 如果我需要一個亂數的話 Import後面加一個Random 空一個Random的話 是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呢 已經本身就存在了 在Python裡面 它已經幫你安裝了 但是你要把它拿進來用 所以叫Import Random 所以未來其實蠻多 這個所謂的模組 它都已經有了 只是說你要把它拿進來 才能夠用 如果沒有把它拿進來 就不能用 後面還有蠻多的 第一種是這樣 已經幫你存在 拿進來用 第二種是 可能它連 都沒有裝下來 所以將來還有一種 你要必須從它的Server上面 把模組 把它下載到 Python裡面來 然後再Import 就可以用 那叫外掛 有沒有 比如像剛剛同學問到 很多相關的外掛 就是這樣子 下載 然後裝起來 其實Python最厲害的地方 最上面有沒有Pypi 有沒有 應該Pypi Py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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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就是一個縮寫到 Python的Package Index Package就是它的套件 OK 那這個套件的話 等於就是說 裡面目前的話 有多少的專案呢 總共會有27萬多個 而且會不斷增加 那一個專案就是一個外掛 Python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樣 比如說要做語音辨識好了 比如說語音辨識 你要自己寫很麻煩嘛 那怎麼辦 裡面就有很多語音辨識啊 像Google就蠻厲害的 就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那個什麼 一個聲音自動把它的那個文字打出來 有沒有 像以前那個逐字稿呢 像會議紀錄嘛 以前會議紀錄怎麼做呢 會議紀錄就是要有人在那邊打字 一邊聽一邊打 打字要夠快 不然人家講完了你還沒打完 那不是回去還要再聽錄音帶 一邊聽一邊打 還有一個需求是這樣的 YouTube上面要加字幕有沒有 講完之後你要以前是什麼 一邊聽一邊打 一邊聽一邊打 但是它裡面有語音辨識的外掛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那個外掛把它調 加到Python裡面 然後你只要把它影片檔 或者聲音檔給它 它就自動return一個什麼 return一個文字檔給你 OK 我之前用過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本來是想要拿來做什麼 我的聲音 因為我影片上面沒有字幕 同學說老師 你為什麼上面沒有字幕 人家都有 我說 像字幕比我 如果自己打的話 可能比我上課的時間更多了 後來我就想說有沒有這個 後來我有把它做出來 也試做了 還蠻OK的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它正確率大概九成 意思是說九成五 大概我還有百分之五的部分 還要自己校對 那你說我上課講的字數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統計過 可能要應該有一萬個字了吧 一萬個字我只要要check的話 我大概至少要check五百個字 五百個字對我來說也是很 我有試做啦 我就發現做個幾個影片之後 我就有點做不太下去了 所以我可能要需要有人的幫忙 如果有人可以幫忙的話 那更好 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Python有這種外掛 也真的很方便 另外還有什麼 像那個 只要現在我的AI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跟辨識比較有關係 以前你要用聽的、看的、 或者是等等的 尤其看的 你也可以把大量的影片、圖片給它 它也會幫你把它轉 就是幫你辨識裡面你要看到的東西 就像Google裡面 現在很多Google相簿 它會自動幫你分類 我之前講相簿裡面人像 它現在越來越厲害了 自動幫你分類 自動幫你分相簿 哪一個一個相簿、哪一個一個相簿 就不需要像以前人工 現在很多工廠也都用影像辨識 在做 以前需要用作業員在那邊看 那個東西板子上面也沒有不良的品 是用人工在那邊看 現在幾乎都是用影像在完成 當然你可以配合Python 其實很多是用Python寫出來的 然後取代 OK 所以相關的東西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Python的網站上 我剛剛講過在這上面 有沒有 這邊有個Pypi 然後你可以去找 但是可能要打英文 打中文應該沒辦法 然後把那個Package找到 然後就把它裝到Python裡面 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Sample code 它有怎麼做 不過前提你還是需要知道 Python的基本的運作的那種語法 OK 這個之後有機會再來談好了 OK 給各位一個方向 所以其實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再來的話 請各位試著把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把它Import進來 那Import這個模組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 OK 所以這個模組裡面有很多方法 其中有個方法叫Random Range 那有點跟Range蠻像的 如果你要產生1到20的變數的話 那你只要給它1 豆點 你不能給20 你要給21 為什麼 因為到21停下來 OK 那它就會丟一個亂數到RND裡面 OK 那我們就拆 所以這邊假設 我把它亂一下給各位看 你可以想想看 第一個執行 請在1到20天猜一個數字 當然如果要能夠猜得對的話 最好先猜中間的 先猜10 Enter 它會提示 太高還太低 太高了 低一點 10太高 那表示什麼 就是3去法 那應該只剩下1到9 所以應該在猜中間的數字5 有沒有 Enter 太低了 那就再3去法 應該是6到9 6、7、8、9 4個了 OK 所以哪一個是對的呢 6、7、8、9 OK 我看一下 輸入8好了 好不好 Enter 太高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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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以6跟7嘛 那隨便猜個7好了 Enter 恭喜答對了 好 OK 那這個要怎麼寫 你想說 這也太難了吧 其實沒有很困難 你看到程式 你覺得 其實這個還是算13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讓它猜到對為止 就是壞有1冒號就可以了 什麼叫壞有1 我講過 對對對 壞有2意思說 壞有後面如果一直放出 那就一直在它跑 意思說你不要跳出來 但是你如果畫1冒號 裡面一定要有個break 所以當它什麼 當它的值兩邊是相等的話 不是太高或者太低 那剩下來的就猜對了 一定要有個break 如果沒有break 那這個程式就永遠跑不出來 什麼時候跑出來 跑到當機為止 OK 所以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如果剛開始 不太知道怎麼寫沒關係 先知道邏輯 我們待會再來看 這個地方 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可以衍生的地方 還蠻多的 舉凡就是說 你希望去 有數字你要去猜 或者是說抽獎 像抽獎 你可以用這個來寫 然後等等的 都可以從這個去衍生 OK 試試看 這還蠻好玩的 你將來 甚至還可以寫個測驗 測驗系統 不用讓學生去猜 就像線上測驗的系統 也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在寫 OK 可以用的地方其實還蠻多的 試試看 先想一下 那我們先不要讓它 程式弄得那麼複雜 就很簡單 1到20之間 幫我抓一個數字 然後我來猜 然後我來猜 好 幫揭